當然是不可能 真的是夢裡才有 為什麼這樣說 他剛才就講這個高鐵BOT 我就跟大家講高鐵BOT的這個狀況 當時的高鐵來說 用三千多億標下這個整個BOT 那他的估算模式是說 我蓋完之後 因為你知道高鐵在西部走廊 有那麼多的這個算是乘客 所以他一定可以這個賺錢 當初是這樣估 結果各位知道 最後高鐵的下場是什麼嗎 算是收歸國有一個情形 然後同時之間 把他的這個原本 他的特許期是35年 後來把他延長到70年 因為你這樣子攤提成本的 這個成本可以下降 然後同時你還可以 再去借新錢來還舊錢 政府想了很多辦法 才能夠讓他能夠運轉下去 所以說到底來說 最後幾乎都是完全政府出面 然後幫他解決了財政問題 延長連線的問題 所以BOT沒有不是萬靈藥 尤其是我們仔細來看 這個所謂的花東三法的 這三條BOT 我敢跟他保證絕對沒有人會來投資 因為為什麼 因為BOT不可能會賺到錢的嘛 可是人家要來標就一定要賺錢啊 我只有只有一個單位可能會來標 那就是中國 因為中國不在意這種 他不在意他有錢嘛對不對 他有可能 因為他要開什麼國際的BOT嘛對不對 這唯一有一個可能就是他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仔細算一算 你的花東沿線來說 你蓋了那麼長的道路 你要蓋高鐵過去要三四百公里 結果你才你要停幾個站 你了不起花蓮停個站 宜蘭這個宜蘭停個站 其他就沒了 對 那你旅客在什麼地方 對 沒有旅客啊 那沒有旅客問題是你的路線 跟西部走廊的路線 一模一樣的成本啊 所以你想也知道這絕對不會 那算是高速公路也沒有人要 有沒有要投資 那甚至是國道列號 那個也不會有人投資 因為那個 那根本就是大錢坑 好我們給大家講 花蓮有存在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它有很多的這個破碎的這個地層 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非常多的 很多的這個斷地層 還有很多的地震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我們說啦 真的這個花蓮的工程到底是多難 你看你現在的蘇花公路來講 常常動不動就是停 動不動就是停 就是說攤方了 好那你講 現在的公路就這樣蓋 副總召說 現在技術沒有問題 現在技術跟跟這 這個技術有什麼太大差異嗎 對不對 還是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 我覺得這裡面爭議最大 就是國道六號的問題 國道六號 我們可以大家看一下 國道六號這一次 是要從這個埔里延伸過去 然後到花蓮的這個吉安鄉 你又把他打到花蓮去 對 打通這個 那打通這個裡面來說 最重要重點是 他要穿越過我們的中山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這個約莫是 齊萊祖峰這邊 都三千多公尺高山 他們這邊要打通 大概約莫是有八條到十條隧道 然後裡面來說 最長的一條隧道叫能高隧道 大概是十五公里左右 那大家想到十五公里的隧道 你覺得很很好打嗎 我們台灣會遇到一個問題 跟雪碎一模一樣 雪碎大概是十四公里左右 但是他花了 花了很很久的時間 花了十幾年 花了十五年的時間 為什麼會花那麼久 大家知道嗎 因為雪碎打進去的時候 他遇到那個所謂的水的問題 湧水 湧水非常大 因為他剛好就是台灣的水脈所在地 那個水都一直沒辦法解決 那你看他雪碎還比較好打 因為他的高度並沒有那麼大 他十五年都可以完成 那你知道這個能高隧道 他高度在多少 高度可能要最後打穿的時候 可能要到三千公尺上 那三千公尺以上的時候 其實那個地方的這個 這個壓力層會非常非常大 那現在的想法是說 我們不用那麼高 我們可以把它低一點點 但是這個問題難在什麼地方 難在就是你 第一個 你要把大型機具運到那邊都很難 我們知道這個中央山脈 還是一三比一三高 你要先運到那個地方 大型機具你就要先蓋入到那個地方 再來就是那個地方的水 可能也會超乎你的想像 再來就是溫度會很高 我們知道其實我們的雪碎 當初挖的時候 就曾經面臨到說 溫度很高的這個狀況 那這裡面的這個挖下去的時候 可能遇到的溫度也會非常高 可能大概溫度是四十多度 四十幾度到五六十度 都有可能的 甚至更高 然後你知道我們現在有規定 就是勞起法規定 高溫的話 你不能連續工作太久 你還要再出來 所以你知道這個難度 其實真的比大家想像都還要難 而且你鑽下去之後 會發生嚴爆 還有很多你沒有辦法想像的 總之要說十年要解決它 不可能 十年 我跟你講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現在還要先做環評 那做環評的話 你知道我們連這一塊土地 這塊地下面的 真正的土地的探勘 其實現在都還沒有真正的做到 所以你要做到這個地方的 土地的探勘 探勘之後 然後怎麼樣的工法 工法移進去之後 簡單來說 我們給大家講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來說 其實跟我們的能高隧道的 很像很像 這叫中國有一個叫 大柱山的這個隧道 它這個隧道來說 約莫是在中國的這個 這個算是大 這個雲南省這個地方 然後你知道它只有 它隧道約莫是14到15公里左右 只有7分鐘 14.5公里 然後花了7分鐘 這走完就7分鐘了 但是它施工施工了12年 各位你知道它施工12年 是怎麼施工的方式嗎 它就是動用大概約莫是6000名的 這個中國的工人 然後把中國當時能夠用的大型機具 全部都運到那個大柱山上面去給它這個蓋 蓋蓋蓋之後 他們遇到有問題 一模一樣 他們也是遇到台灣也會出現的 那湧水湧水到什麼程度嗎 湧水湧水到他們有時候蓋完了之後 他們要出來的時候是滑著船出來的 就邊進去蓋 然後水一直出來 然後滑著船出來 這樣一個狀況 湧水都一直沒有停 後來前前後後 中國動了用了這麼大的能力來說 也是花了12年才把它蓋好 那12年把它蓋好之後 這個隧道最後花了2800億人民幣 2800億人民幣 你如果簡單的乘以5 大概是1.4兆左右 中國挖這樣的隧道都要1.4兆 你覺得台灣不會比 台灣的人工比它更貴 台灣的任何東西都比它更貴 我們台灣的人力 我們台灣的任何東西都比它更貴 你覺得有可能會超過 有可能會在這個數字以下嗎 當然不可能嘛 另外一個就是環保人士都抗議 因為這個地方會通過太多台灣的 環保區保育的一些東西 我們台灣很多珍貴的動植物在這個地方 你一挖下去之後 這個水含量可能就被你完全破壞之後 這有可能這個地方的地貌就會永久的改變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這個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那現在這個副總招待處 絕對工程上 我跟你講光是國道列號 這個工程上的難度就是比大家想像都要更難 這個如果真的一般來推估 這個隧道如果沒有 這個公路如果沒有蓋個二三十年的話 真的是很難蓋好的 然後你根本不用講 你還花那麼多錢 而且花了錢 你蓋好之後還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什麼 你要維護它也非常困難 就是一樣的環台高鐵 或是高速公路 或是國道列號都是一樣 你不要以為蓋好之後就是完成 蓋好之後壓力更大 因為你營運還有你怎麼去維護它 是都要花更多成本 所以這是三個人 我認為是不折不扣 真的是個乾坑法案 這個真的會對台灣的財政 會排擠到非常多的這個預算 這個是真的是 我覺得要從長記憶 全台絕無僅有政論婦女黨 上公三一波 好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五七點半 給你清水嗎 走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記憶版 等你一起來